剛剛跟大家在樓上二十多樓 Maywood on the Park 看了現樓三房 重新一次 非賣品 已經入了火 接下來就會進入樓花環節 在未來幾個月 由現在開始 到今年年尾之間 Carrie所知道 至少有四至五個樓盤 會開始預測 甚至有機會發售 而且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本地 出名 比較好的發展商 所以Carrie這段影片 未必會每一個很細心地介紹 因為有些未有實質的資料 反而是想借分享現樓的機會 跟大家展望一下 分享一下應該怎樣選樓花 到底合不合大家 我們很快先說一說 大概是哪五個樓盤 等大家一個概念 然後我們再深入 跟大家分享一下討論一下 我弄了一張圈和資料 這個是Matchel Town Patterson Matchel Town的Skytrain站 這是商場 這條是Central Boulevard 這個是Kingsway 這個是下一個站 Patterson 旁邊是Central Park 我們現在的位置 大概在這裏 SILVER 其實正在這裏 Maywood Park 我們就在這座樓 Maywood Under Park 現在大家看到 我背景圖 那兩座樓 就在這邊 GOLD HOUSE有兩座 最近或是我們說 有什麼新的樓盤會賣 我Carrie圈了在這裏 最近我現在這個地位 就是在這裏 有兩座 它對著對面的Kini Park 它是By West Group 這個建築者 座樓叫Rain 總共有兩座 推一座 之後再賣另一座 這個地位 是比較 Walking Distance 去Skytrain站 是最近的 另外除了這個位置 在Matchel Town站 正在這個站附近 另一個樓盤 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Citizen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裏就是Station Square 大家穿過Station Square 過來就可以是Matchel Town 然後這邊就是很近的Mall 這個位置是比較繁忙的 兩個建築者 另外還有三個建築者 在哪裏呢 就是在Patterson的站附近 黏得很近 一個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Green House by Concord 就是Barca這條街這個位置 另外還有一個 剛剛昨天推出Info的 Developer是Bosa 名字叫Soul House 6035 Wilson 就是在Wilson這條街這裡 其實很近 大家都是Walking Distance 去Skytrain 這個附近 其實是Central Park House Pearla 都在這裡 還有Nouveau 都在這個位置 然後還有一座 現在最少的資訊 但應該都會在今年推出的 就是Polygon 就是Onix 這個是500 600 Olive 他跟James隔著 這裡就是Pearla 所以總共現在知道的 有五個樓盤 會不會說得太亂 繼續 好 然後 五個一定亂 不是五個一定亂 好 不要緊 Cary 其實是Cary的助手 香港助手Betty 我現在幫我們整理了 大概這五個樓盤的資料 但大家可以看到四行 因為Onix現在的資料太少了 這兩座就是Patterson 這兩座 Concord Pacific 和Bosa 分別是Green House 和Soul House 這些資訊 我不當讀書 那樣讀給大家聽 總之 總體而言 這些全部都是Concrete High Rise 每一個Developer 都叫做 加拿大這邊的本地Developer Scale都是大 即是中大型的Developer 全部都是High Rise 除了West Group有兩座之外 全部都是單洞 也是高層住宅 由Studio到三房都有 大家都有Rental Component 即是有出租的部分 有些就夾在一座樓裏面 有些就在旁邊的2nd building 這一張Detail Info Cary會放在網站上面 讓大家可以仔細看 我們分享一下 到底現在應該怎樣選擇 首先樓市 很多朋友都會問 現在樓市有沒有康復 是不是很差 Cary要和大家分享 其實現在樓市是很一般的 看看怎樣比較 比较今年年頭 去年年尾 真的好很多 但如果比较去年同樣這個時候 或者去年的年頭 我們買Brandwood很多projects 現在就少了很多Investor 或者很多人去買樓花 或者賣燃樓 所以市場不是一個極熱的市場 即是不用去搶單位的狀態 但是發展商 這個時候 這麼多發展商 不約而同 推出了這麼多樓盤 一定會刺激大家出來消費 可能會想一下 每個人都買 這個朋友去那個 那個朋友去那個 是不是我都應該買呢 所以Cary現在以下 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去選單位 或者去選哪個項目 我們總結幾點來講 首先我們講一下地位 先講一下地位 因為今次的這堆樓盤 基本上都是在Matchel Town 大範圍裡面 分佈在Matchel Town 和Patterson之間 為何要選擇這個地方 或者有什麼人喜歡這裡 或者不喜歡這裡 我們很簡單地說 Cary接得最多的客人 喜歡Matchel Town的原因 其實很多都不外乎 想去方便和落腳 這幾個原因 有些就是香港剛剛過來 未有車牌 未開車 老婆未學車 你住不到去一個很遠的房子 就變成困了老婆的家 所以先賣住一個Condot 下腳先 然後慢慢搞定 過兩年再轉Town house 這是其中一種 也有很多是本地 Local或者香港過來的上車 現在樓價比較貴 是買不起一個House 或者沒有時間打理一個House Town house 就買一個Condot方便 亦都有這邊的老人家 不想再住大屋 那就單大層 住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主要是因為Matchel Town 實在是很密集 可以說Cary覺得在溫哥華 裡面現在是最 不可以說是最高檔的一個商場 但絕對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商場 它除了集了附近 所有Walking distance 有六個大的超級市場之外 它的商場裡面本身什麼都有 你要去買蘋果 買手機也可以 買衣服也可以 買菜也可以 買電器也可以 就變成你不需要再去哪裡 很多人又會比較Matchel Town 和Brandwood 這兩個範圍又怎樣選擇 Brandwood和Matchel Town的抗爭運 大家去比較 已經存在了很久 我會覺得由Cary接觸的客人的分享 或者最終他們買哪裡來選擇 我發覺年輕一代 可能未必我這些Generation 就會喜歡Brandwood 就覺得我們會駕車 不怕Drive Out 或坐Sky Train Brandwood會年輕一點 沒有那麼多唐人 有些Hip一點的東西 例如Amazing Bramwood很漂亮 還有很多大屋院大會所 反過來一些中上年紀 或者比較傳統 想要多些中餐 喜歡跟唐人聚在一起 還有講求方便 因為你住在Brandwood 無論它多方便都好 你買一個蘋果電話 做電話 你一定要回到Matchel Town的Apple Store 這就已經是一個舉例的例子 不是Brandwood不好 只是你想要什麼Lifestyle 在Matchel Town這邊 好像很適合我爸爸 他完全去哪裡都不用想 總之Matchel Town就可以搞定所有東西 這個是Location上 合不合自己 但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Matchel Town 雖然很方便 但真的很多人 很煩囂的 下街 商場全部都是人 去Sky Train 那條馬路 Central Boulevard 很多人 這個要大家衡量一下 由香港過來這邊 我本身住在很寧靜的社區 突然間全部都是人 你習不習慣 還是你很喜歡這種人氣 這個Location要想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 如果是開車 不介意走少少路 他會選擇Patterson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突然之間 Patterson有這麼多座樓 出來的原因 這個是Patterson 和Matchel Town 最大的分別 而且Patterson 旁邊就是Central Park 變成你不是每天都要去超級市場買菜 但你每天都可以放狗 和小朋友去碰魚玩 自己去散步 這個是這兩個Location最大的分別 所以大家可能在看這幾個樓盤的時候 第一是看一下 你到底自己賣的樓的目的 是出租還是自住 是否需要那種方便 還是正宗大王 這個是Location 第二 Carrie和大家分享 或者提醒大家的 就是Timeline 剛剛這張表 基本上都列出了 這裡所有現在發售的樓盤 的Estimate Timeline 全部都是2028至2029 有些是Late 2028 有些是Early 2029 總之再計算 Possible Delay Time 其實Polygon是最少的 我覺得其他發展商 很多時候都會有Delay出現 是正常的 不是貶低它們 但這邊很正常 所以你計算 可能全部都是2029收樓 所以當大家做這個Investment 或者決定的時候 你就要預料 你現在去買一個一房單位 自住的 你到2029年的時候 你會不會需要一個兩房呢 或者是Finance 譬如你到時 2019年 你會不會做到Finance 這個就是大家想的問題 因為這個Timeline 真的很長 你放低一塊錢 譬如你買一個兩房單位 100萬 120萬 你坐底放低二十幾萬 現在這麼高息的環境下 這二十幾萬 你是放在樓那裡 放在發展商那裡 還是你想在銀行收息呢 這個Timeline 就是大家要想清楚的問題 尤其是我這邊 都接觸幾多香港回來的朋友 我知道對香港朋友來說 現在買一個樓花 是最乾手正腳的時間 又不用供 又不用看貸款 又不用立即做樓 說要出租 又怕趕不走租客 又怕租不到 那樣 買一個樓花似乎最方便 但你也要管理一下 你自己回來的Timeline 就是萬一你的回樓時間表 是2027或者2026的 那你就又要在這裡租幾年的時間 現在租金也不便宜 好像這些我們剛剛看的 附近Matchel Town 一房間 今天的市場價格 已經是2800左右 然後兩房間 可以到3500至3800之間 根據你有沒有冷氣 這些租金 一年都幾萬元 所以大家都要想清楚 這個Timeline 對你來說會不會不對 我覺得最對的可能是 現在已經有地方住 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會回樓 或者是現在未有身份 想拿一個長一點的時間的朋友 可能會適合大家 所以Timeline 是大家要想清楚的問題 當然 Carrie也有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打算買樓花 而你錯過了這堆樓盤 下一回合 Matchel Town 再賣樓 分分鐘就不是明年 可能又隔多一年 沒有人知道 到時候再發展出來的樓盤 可能就已經見到2030 你會越退越後 因為講回Timeline Carrie也可以分享Carrie 現在做了地產發現的事情 就是因為 這裏的market up and down 其實會影響發展商 放不同的樓盤 所以很多朋友 現在都想問我 Carrie 我現在一兩年後回來 我有沒有一些 2024、2025收樓的樓盤 我哪裏都可以的 Matchel Town Richmond 都可以的 但是是極少的 譬如說我現在所知道 明年可以收到樓 我想數起來都不夠三四座 而且地位未必是大家最愛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是因為 當初 我們這邊大家看到 現在是2023年 賣2028的樓盤 當初2021年 例如Concord Metro Town 他們收樓是2027 他們中間的發展商 尤其是大型的建築 至少需要四至五年的時間 去建築一些東西出來 現在用2024去減回五年 當年2019就是進行的時候 當時的market是極差的 2018的高峰 下回2019 又沒有人買樓 之後就COVID 所以當時是沒有發展商推樓盤 所以導致現在2024年 2025年 好像空缺沒有地方居住 所以大家要記住這個時間線 看著你到底回來 或者你什麼時候需要這個 property 還是去買現樓 好像現樓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有存在的 剛剛交流一兩年都有很多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管理一下自己的時間 好了有點累 先看看頭先 說了兩個點 Location 和Timeline 第三個點 就是價錢 性價比 我怎樣去選 我們在說這幾個樓盤 其實他們的定位全部都是不同的 發展商 Anthem 又好 Bosa Concord 還有West Group Polygon 這些全部都是加拿大 有頭有面 叫得出來 建樓 也有很多地 將來會繼續賣 簡單來說 你不用擔心它會爛尾 或者起座危樓出來 所以不需要擔心它的穩健程度 能否交到樓這個問題 但是呢 他們的價位其實是有分別的 主要是因為 本身發展商和樓盤自己本身的定位 所以這五座樓的價錢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說是大家同樣是一房單位 500多呎可能是差至10-20%都不出奇 那麼大的分別是為什麼呢 因為Metro Town是一個很多不同 all walks of life 每個不同的人都會考慮 剛剛我們說了很多個案 什麼上車 downsize small family 新移民 回流 Toronto過來的 所有人都有 所以B邊的發展商 是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給大家選擇 簡單來說 有一類的項目 類似Rain by West Group 或者Citizen 他們的價位是屬於性價比高 在Carrie分析下 那台性價比高呢 就是發展商會幫你限前 它那個feature 樓盤主要是說location 比如說近Skytrain 近很多shopping mall 近吃東西 就讓大家上車 出租容易 這一類它的職位 可能會畫得實際些 或者是小些 也都沒有太大的單位 比如說三房可以是1000呎 在樓下的 容易讓大家上車 所以它整個價錢壓低了 壓低了一分價錢一分貨 裡面的用料各方面 一定會是平民化一點的 它不會給你超貴的電器 搞到你要去 噴大你的甘心 所以如果大家買樓的目的 你不是為了安度晚年 或者是downsize 或者是想買個超級帥仔的 property來show off 其實你在想的可能是 我純粹買個投資 愈便宜愈好 或者是我剛剛想著 來落腳住幾年 又不知道怎樣賣 我根本沒有想過 在這裡要住很久 你可能比較適合的 就是這一類性價比高的樓盤 很flexible 租又不怕心痛 賣你又可以很快賣出去 就沒有那麼多感情 放在裡面 這一類的樓盤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樓盤裡面 其實Citizen和Rain 是會比較便宜的 也是這個極端 另一個極端 例如Perconcord和Bosa 這兩個產品 一個是Greenhouse 我們分享過 和Bosa的Soulhouse 這兩座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選擇了在Patterson 近著Skytrain之而 近著Central Park 我都知道 它其實主要是for downsize 或者不一定是downsize 不一定是老人家 就算你很年輕 例如我和我老公都可以downsize 我們不想再住house 不想再打理花園 但是我需要的 真是一個modern 1000呎的空間 或者我的兩房不可以太小 我要一個帥仔 我要一些amenity 我要裡面的單位 是些features很漂亮 廚櫃是意大利 電器是mila 那一類型 自然價位就會水漲船高 所以為什麼價錢 同樣大家都是兩房三房 可以欠10-20% 我們用三房來講 三房現樓市價 大家如果在Metro Town找的話 座底都8-2萬 鬆一點 亦有機會去到8-5萬 好像剛剛我們看 Maywood on the Park 這個單位都接近8-8-8-3 價位 但是我們說 接下來這幾個樓盤的三房 最便宜的 可能8-2萬都不用 110幾萬 去到真的很誇張 我們前陣子拍的 Green House 那些Panorama Collection 大三房大露台 去到200萬左右 這就真的說 大家需要一個 Metro Living Experience 你要單大屋 把大屋變成平層 你可以選擇 Green House Panorama Collection 不用那麼誇張 下面Vista Collection 或者Bulsa那座樓 都是可以選擇的 在這兩隻中間 我就會覺得 是夾到Poligoy那些樓 那些樓盤 它們一定會 比Citizen 或者West Group之類的樓盤 但是它還未去到 價錢誇張得 好像我們剛剛說 Soul House Green House 這一類Premium Product 所以那座樓 對大家來說 到底是住還是租 是長遠投資 還是短炒 給誰住 是自己住 還是子女住 這個可能大家要想一下 Location 合不合 剛剛的價位的選擇 Product的選擇 還有我們下一個 剛剛還說過 Timeline 最後一點就是投資價值 很多人都會問 Carrie幫我找投資價值高的樓盤 其實我是最不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投資價值這件事太廣泛了 每個人的價值觀 審美觀 對錢的概念都不同 所以真的不同 最重要就是最後的end goal是什麼 不如這樣說 我用回我的角度 未必是地產經濟的角度 但用Carrie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如果我覺得投資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要想的就是 你看著自己的荷包 這個荷包是說現在這一刻 你有多少錢 接下來的儲存 你能否付得起 還有這麼多年後收樓 你是否可以供到那層樓 你看著荷包來做 你買到一房一房兩房兩房 三房三房 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第二點就是 在你荷包足夠的情況下 到底是一房還是兩房 Carrie可以在這裡 給你一點點分享 或者我們對這個行業的知識 我覺得Carrie覺得 其實如果你夠錢的 是小兩房或兩房 會比一房更好 原因是因為 首先我們不是買現樓 因為我們現在買一件東西 至少五六年後才收樓 所以情況可以改變 包括你自己個人的情況 如果你剛好是大學畢業 父母給你夠錢 你打算先投資一個層樓 到時就結婚用 我覺得你有錢 真的要買兩房 因為這些時候 你等那麼久 分分鐘五六年後 你結婚 生了小朋友出來 你的一房已經不夠用 要兩房 到時你再去 assignment 轉樓花 或者一收樓馬上賣 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先不要說 commission的問題 先出給地產經紀 首先CRA的稅局就會收你稅 因為你那些變成炒樓 flipping 就算你做assignment 現在很多樓盤 輕說五百元assignment 一千元assignment fee 盡量便宜 這是一個很吸引的點 但大家記住 永遠assignment 其實稅局是會知道的 將來稅局查稅的時候 不是向你查那麼簡單 是發展商需要提供資料給稅局 所以你做過多少assignment 你有沒有賺錢 稅局是知道的 是要付稅的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當然Carrie不是回計師 這個問題你要問回計師 如果你將來炒樓 到底怎樣計算 所以這條數你要計算清楚 所以如果你是自用的話 我真的覺得有機會 兩房會更加合適 以及升值空間都會大些 當然 是不是一房就買不過 都不是的 如果你完全是投資 想說我不想買這麼多個大單位 我想這一房可以 有些什麼事 我有些要等錢花就賣掉 都可以的 譬如說一房是特別好租的 容易租出去和快 好像Carrie現在很多次的一房單位 我們都有一些好朋友 是做那些留學機構 很多次我們的一房放出market 都沒有多少人看 那些留學機構已經和我們預訂了一房 直接和機構去簽名 很保障的單位 即是market上面很多資料可以做到 所以一房有一房的好 兩房有兩房的好 兩個都是好的選擇 看你自己的目的 會退後一點才越來越浪費 是自用還是上車投資 最後都是簡單的 都是時間線 我們說回時間線 就是這個單位你買 會不會太長的投資期 對你來說 這塊錢會不會放在其他地方更划算 因為Carrie有聽過有些客 我還未做地產經紀 很多年前買了一個樓花 剛剛才收樓 都說那塊錢 早知道放在哪裏還要賺 所以你們除了在地產市場 你對金融、基金市場都有研究 你計清楚到底哪裏賺多些 因為將來會不會升 是一個大家的希望會升 這麼多人口進來溫哥華 理論上是會升的 但實際上它會升多少呢 這是沒有人可以猜到的 我們是 positive thinking 但是沒有得guarantee 所以這個大家想清楚 最後Carrie想跟大家說 今次這條影片 似乎沒有甚麼樓盤的資訊給大家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很難推薦 我記了一個標題要寫 Carrie都不知道怎樣選 我真的不懂得選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情況不同 反而我希望能夠做到的 就是在最早的時間 還跟大家推廣或者分享到更多的資訊 因為我不希望大家做錯決定 剛剛說了這麼多因素 你買了一層樓 尤其是持續這麼久 萬一你買錯了盤 或者買錯了地位 買錯了產品 然後你就要等很多年才可以去Switch 夠錢壓住了 是Carrie最不想見到的結果 既然Match Hotel Time 現在有這麼多選擇 大家可以看清楚 看定些 而且市場也不是特別好 你不用怕現在這一刻不買 下一刻馬上要跪幾十倍 是暫時不會發生的 所以大家還是有時間 Carrie也把剛才我們說的幾個盤 Citizen Greenhouse Bosa Soulhouse Ring 這些資料都放在我的網站 這次為了方便大家了解 整個Match Hotel Time 到底是怎樣 有什麼現樓和有什麼樓花 我們弄了一個簡直是Match Hotel Time的網站 大家可以上網站 Carriequette.com slash MetroTown 你就會看到這張表 那些圖案 你可以按不同的樓盤 去了解一下大概現在是怎樣 這幾個樓盤的開賣時間 或者預測時間都不同 最早的Citizen 正在預測中 已經說了有益 有價錢 收了表 按鍵 準備派盤 最快是它 第二塊是Greenhouse 很快有機會可以寫上面 Panorama Collection 就是最高的五層的Premium單位 下面未有詳細資料的Vista Collection 但都是一至三房 下一部Carrie知道 9月份開始可以預測的 有機會是Bosa那座 Soulhouse Concord Vista 以及Rain 就是West Group的發展商 這三座應該都是9月 這些時間 9月中 9月頭、9月尾這些時間 可以預測 通常由預測到寫 短的幾個星期長 一、兩個月 所以Looks Like 這一些本 都會在今年可以直接買 所以大家就把握時間線 Carrie這個網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邀請你 除了平時有空上去看看之外 我們有一個登記的連結 你可以登記了 告訴我你對必記的盤有興趣 當我們有些重大更新的網站 例如某個項目 例如Soulhouse 出了所有的4Pan 或者Rain出了價錢 我們都會E-mail給大家 那你就不會錯過 因為有些時候 Carrie有機會花回香港 很快一、兩個星期 萬一有些更新的影片 做不到影片給大家的時候 起碼大家會收到E-mail 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想來想去 不知道哪個盤好 有很多問題 到底現樓 還是買一些轉樓花 還是買樓花 我想做一個聆聽者 聽了你們的家庭 或者你們的需求 我再去給一個合適的意見 或者跟大家分析一下 最終的目的 其實希望大家 不要心急買錯東西 就好好的可以 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產品 樓盤 之後Carrie都會幫你 詳細更進後期的事 因為這麼多年之間 隨時你還沒回來 就在香港 或者你又不知道去哪裡 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不是說 Concord有很多項目 包括Green House 它的桌子的特色 除了大之外 它還有一個可以叫做 Enclosed area 又不可以說Fully Enclosed 就是拉上拉下 或者左右拉 令你的露台有暖氣 現在它不再是獨一無二的項目了 因為我們發現這次Bosa的項目 Soul House 都有類似的設計 它現在出了一張效果圖 當然這個未必精準 未來是不是這樣 現在不確認 它現在的聲稱 是可以Fully Enclosed 你會看到 現在的開啟方法 就是下面有玻璃 但是上面這個可以打開 或者摺 好像大家去餐廳吃飯的感覺 然後後面這幾個玻璃 到底是Fixed 還是怎樣的 暫時Carry 就未知了 因為Bosa剛剛出了幾張Full Pen 以及Balcony的效果圖 但是大家看到 其實它中間是有縫 估計應該不是完全可以封閉 暫時這張圖 就未見到上面 好像有Concord的暖風 我不知道它將來的取暖 會不會是怎樣 看效果圖 特色 還有這些外牆位 似乎還有一些設計 也挺帥 而且地板有磚 這是否效果圖 到時有沒有 這個呢 Carry下一步再跟大家確認 暫時未100%確認 而且它的設計和Concord的不同 中間是有這些Post 所以不記得幾塊 之間是一個Post 現在有這些 這是Bosa的效果圖 這些所有資料 包括已經有了一些Full Plan 它暫時出了幾個Sample Plan 我都放在網站 CarryCrad.com SoulHouse 這個 S-O-L-H-O-U-S-E 大家可以上去看 現在資料有限 不是全部都有 不過之後有些什麼 會再更新 我們會再出片 Thank you 這兩個範圍如何選擇 在Metro Town 在Metro Town 你真的會有 你先過了 你先過了 自己本身的定位 因為 你先過了 好像有很多廢話 是啊 試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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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太陽 太陽 太陽